so 现在的这个market呢 你会不会发现到有一些股票有起 不过呢还是很难赚钱 有没有发现到是这样子 所以你今天不赚钱 其实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呢 你可能是用一个最好的方法 去买一个最差的股票 so 在这个就讲我这个 这本书里面的其中一个topic 就是这个最重要的topic 叫做get paid holding the best stock 这一句话呢是我想了很多年的一句话 说到底为什么这个market要给你钱 所以在这边你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 到底呢你怎么样呢 这个market呢它要给你钱 所以market给你钱呢 是因为呢你到底hold了什么东西 你拿着的股票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股票 是不是呢最好的股票 所以在这里呢有很多人呢 他会就是好像example 今天就有一个朋友他就问我 Andy你觉得这个dialog啊 是不是一个进场点 是不是一个entry point 是不是一个entry point 你买股票赚钱 是不是因为你抓对那个entry point 是不是你觉得 Apple是不是很便宜了 OK Is it cheap OK 你买股票赚钱是不是因为你买到很便宜 然后呢你觉得这个example 另外一个股票 OK是不是可以hold long term OK是不是可以hold long term OK 所以在这里呢有几个东西 很多人以为你买股票赚钱 是因为哇你抓到那个很漂亮的一个entry point 当然没有错一个entry point是重要 不过呢他不是那个关键 你买一个跌的股票 一直跌的股票 OK一直跌的股票 就算呢给你抓到这个最漂亮的位置 一买他就起三天五天 一买他就起三天 一买他就起三天 一买呢他就起三天 哇你其实是很厉害了 你买他就起三天 其实你可以赚钱 不过呢可能你还是赚不到你要的那个钱 为什么 因为呢这个不是最好的股票 这个不是最好的股票 最好的股票呢不是这样子 跌这么多起这么少的对不对 所以呢每一次呢你看到这个股票 哇现在很便宜 这个价钱很便宜 你看不到以后嘛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的时候呢他是这样子很便宜 你在看到的时候呢他就更便宜 你在看到的时候他还是很便宜 他还是很便宜 所以呢你赚钱的话 是不是因为呢这个股票很便宜 不是 不是因为这个股票很便宜 所以呢为什么之前很多人讲 特斯拉很好的公司 因为呢之前呢这个特斯拉呢 他是这样子的 他是这样子的 他是整个market里面呢 跑的最快 跑的最多的这个股票 然后呢跌的时候呢也是算是跌的比较少了 所以呢这个best你要很清楚很清楚的去了解 什么叫做best ok就前几天呢就有人讲哇这个股票啊 PE啊什么啊 是不是PED的股票就是best的股票 ok不是 ok不是就是呢这个股票呢 要在整个市场里面 你觉得呢跑的最快的 ok跑的最快的 就算你没有一个entry signal 你随便买你随便买你买了他马上跌 你买了他马上跌三天 你买了他马上跌三天 你是马上输钱的一买就输钱 不过呢这个股票因为呢 他就是整个market里面最强的这个股票 你就算是随便买买到不对的价钱 买到错的quantity还是怎么样了 ok你怎么样买错你都赚钱 是不是因为你很厉害 不是ok是因为呢这个股票很厉害 所以呢你要去想一个 ok哪一个比较重要 你的analysis比较重要呢 还是呢最好的股票比较重要 analysis我是讲很厉害去分析technical analysis 你很厉害去分析基本面 哇很多人分析technical analysis 很多人分析基本面 你有没有看过有人去分析这个revenue ok有没有看过有一些Facebook的老师大师啊 哇跟你讲哇这个revenue啊 undervalue啊什么 ok有没有看过呢有一些人呢 他分析这个me去分析哇这个股票啊 以前的时候哇跟你讲这个 他现在是便宜的价钱了 现在3块钱呢他从这边跌下来 哇这个股票有多么好多么好 ok不过呢我跟你讲 不是他的分析的问题 他的分析呢肯定是对的 分析肯定是对的 因为他是照那个报纸 照那个公司的业绩报告 财报他们写什么他就讲什么 所以这些所谓的大师 这些所谓的分析师 他们分析的一点都没有错 不过这个股票就不是那个最好的股票 他就是整个market里面呢最差的 所以他就一直在跌 所以你今天你不赚钱 其实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呢 你可能是用一个最好的方法 去买一个最差的股票 了解我意思吗 所以呢如果你用一个最好的方法 好像这个股票 这边都没有叫你买 这边都没有叫你买 对不对 这个呢是一个抓底的方法 我们叫做bottom master 如果给你去用这个抓底的方法 你用这个方法呢你可以避开这一轮 你没有买到 然后呢你给你买到 给你买到了过后也是有起 不过问题就是这个不是最好的 你买到了哇起一点点 再继续的跌 再起一点点哇起 你可能这一次赚赔上一次两次输 所以呢这个股票呢 他不管你再怎么样去买 就算给你抓到那个最低点 哇这个bottom master 一抓到他就开始起 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方法 因为呢他在这里有很多次都没有 很多天都没有叫你买 他叫你买的时候 然后就马上就弹上来 所以呢这个是所谓的一个最好的方法 不过OK 你用在一个最差的股票 他就是这样子 他就是这样子 所以在那边呢 你想一下去分析很重要吗 其实不重要 重要的就是呢 你知不知道或者是你有没有看到 OK那个最好的那个股票 到最后呢就想有没有买到 所以你首先你要看到 你要知道怎么样看到 然后呢 你的action 从这个c呢 他就能够看到就有一个action 你就有一个action 你的action呢 到底呢 买了过后 这个股票他还是不是 那个最好的股票 你就要自己去manage了 好像之前 之前我一个买的很多的 就是这个sop 所以我买的时候呢 哇 他就跟着起 跟着起 过后呢 他开始跌了 我就知道 从那一刻开始 他开始跌 开始跌 低过这个top signal 他就不是那个最好的股票了 所以那种股票呢 你买了过后 他一直在起的 这个呢 他就是暂时最好的股票 对不对 他是暂时 现在 他是属于呢 整个market里面 最强的 最best的这个股票 了解我意思吗 所以这个就是呢 get paid holding the best stock 所以这个星期天 我们的zoom meeting 千万不要错过 这个zoom meeting呢 会跟你分享 market update 还有呢 当然就是我们的这个策略 所以在这个market呢 其实很多人都 觉得很loss 你跟着这个策略了解 什么时候进 什么时候出 怎么样set stop loss 在哪里set stop loss 怎么样才是度过危险 怎么样才是真正的up trend 你了解了这些 其实呢 就会帮助到你接下来 抓大趋势的那个策略